我不是說一定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說 我也不是說看不起讀書人 各位朋友 大家搞清楚 我是看不起那些 什麼都以為用學歷去衡量的人 用學歷用英文 OK 講一些基本上是混蛋 但是這個事實上 我也是在我節目裡講過很多次 一個人讀得多不多書 有沒有智慧 有沒有學歷 在我們華人世界只有一把尺 那把尺就是 英文好 只要他講英文好 這個是含家產 讀書不成什麼都好 包括我們做父母的 送兒子去外國讀書 他讀成點不重要的 他回來終於講到英格拉撒 你怎麼覺得 我支持我的新婦 養到兒子這麼大 公書教學是值得的 他懂英文 我不會去 你去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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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獎 醫學獎 不重要的 他英文好 這是唯一標準 我跟大家講 你罵你 你罵你 英文好 就是常見人 就是高級 即使你說 不是 他是鬼佬 他不是壞人 這樣會不會打個折扣 No 不會 因為本身鬼佬 根本就是高級 是啊 我們一看到他 就已經是 你怎麼覺得他 很厲害 我們問三個句 你們說你們沒有 是假裝 因為即使我罵你 見到鬼佬 是不是有人開了 電話 OK 因為我罵你 我見到鬼佬 我都會縮緣起勁 嗯 嘴巴不認 但內心我是縮緣起勁 你怎麼沒辦法 別人高級 是啊 或者會疾了一疾 是啊 疾了一疾就未必 但是由心底裏 真的覺得 是含吞含吞 即是自己會低一點 那些人見到鬼佬 所以只會跟你說 Hello Mr. Ma nice to meet you 哇你馬上呢 我受取若驚 I heard your name before 我認識你的 接回去跟別人說 我跟鬼佬溝通 不是跟鬼佬溝通 原來你認識我的 Can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 你覺得 嘴巴我 他認識我的英文 還找到英文 很厲害 你只會覺得自己 鬆無鬆逆 有鬼佬 好像當日 我們在MIHK 我們有幾個鬼妹同事 Case 那次去我們餐廳 多喝兩杯 幾個鬼妹是這樣嘴 然後貼臉的 拍完照 我真的鬆無鬆逆 老實說 不是因為男人 對女人的身體反映 是鬼妹 這些事情都沒得說 OK